别人都是49年入国军 我这次来了把49年9月底入了国军 我知道二手响卡或者说矿卡崩盘在即 我却在今天2022年的8月23号花了1400块钱 在某鱼从一个信用不高的卖家手里 买了张二手的RTX2060 6G响卡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要买RTX2060 那为什么现在买 还有就是为什么从这家买 先说说为什么现在买 我上礼拜新升级的12代酷睿12700 是带核显的UHD770 另外我手上还有一个老的AMD响卡RX560 4G显存的 我本来想的是用UHD770机程响卡 来替代RX560 我不玩游戏 主要做一些直播 还有视频剪辑相关的工作吧 12700的机程响卡用了两天 发现问题很多 而且问题很严重 回头我再做视频单独说这块 主要原因是很多软件 对这个UHD770没有做优化 另外这个机程响卡还是弱了一些 比想象的要弱 只能打辅助 用它独挡一遍是不行的 所以为了不影响效率 为了不影响工作 我还是要尽快买一个响卡 最近我一直看二手响卡相关的视频 还有直播 很多人说二手响卡在8月底会降一波 9月15号也会降一波 等到双十一 新卡老卡都会降一波 本来我的以前的这套配置是可以忍的 但是换了12700之后 真的不想忍了 以前的小毛病 现在被突出的很明显 很影响心情 但是最关键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关注动态 你没有下手 没有买 买了怕吃亏 买了怕降价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你说它降价 什么时候能降 8月底能降吗 我再等一个礼拜 降不了呢 9月初能降吗 我再多等半个月 要降不了呢 或者降个一二百有啥意思 所以说如果不买吧 忍着凑合太难受 要买吧就怕亏了 所以说心里很矛盾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 虽然第一个问题没说完 因为它是跟第二个问题连着的 为什么要买RTX2060 而且还是个二手的 我现在这台新电脑配置是 12700加32G的内存 1个T的PM9A1 B660的迫击炮WiFi 配置算是相当不错了 本来我想买一个3060Ti的响卡 大概3000块钱左右 后来我看了一下我的机箱 支持响卡最长是315毫米 也就是31.5厘米 这样就限制了一些比较大的散热模具的响卡 后来经过筛选 我看中了华硕的TUF3060Ti 现在价格是全新的3379 这个钱是绝对能拿得出来的 因为在升级之前有预算 但是马上就要矿难了 或者说一大波想卡 新卡老卡都要降价 很有可能会降个7800块钱 到时候心里跟吃个餐饮一样 其实3060Ti还有别的版本 我看到了一个叫PNY的吧 叫BN什么玩意儿 一个厂商的两个风扇的3060Ti 才2000多块钱 还有一些二三线品牌的3060Ti 不过这些我都没看中 最后为什么选择RTX2060呢 因为根据我的工作或者说我的要求吧 视频剪辑视频编码解码 图灵架构的20系响卡是没问题的 甚至1660Ti和1660Super也是没问题的 1660Super现在的新卡是1500 二手卡在1100 也就是说这两个卡也是能符合我的要求的 我的另外一个要求是 所有游戏要在1080P分辨率下 默认高特效能稳定60帧 这两个卡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2060显卡 应该能到780帧 它的性能更好一些 另外2060它还有光追 各个方面都要比1060Super要更好一些 如果从内心出发我更偏向于2060 特别是华硕的2060 其他品牌的暂不考虑 七彩红的也可以 微星的不支持个人送网 最关键是价格 现在2060也有卖新的 京东价格是2300多 很多第三方已经降到了189 但是我觉得花2000块钱买一个2060的新卡也不值 或者花2500块钱左右买个3060我也觉得不值 花1000多块钱买一个好一点的乘测好一点的2060 我觉得是值得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